产后恢复的方法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吴贵清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医师 我们要科学的坐月子 首先要注意室内的空气 我们要流通 不要捂得太严 那我们也要根据白天黑天 这个节奏打开窗帘 有的家里有一个坐月子的 孕妇和胎儿成天24小时 都是窗户紧闭 窗帘紧关 这样子的话都不利于空气的流通 和胎儿视觉的一个发育 再下来就是我们的饮食 我们还是要有充足的营养 包括碳水化合物 还有蛋白质和脂肪 蔬菜水果坚果类 但是我们一定要均衡 不要过多的去摄入 这样子的话会引起 残富在月子里头 体重猛然增加太大 这样子到最后 不但体型肥胖以外 它可能会对我们以后将来发生 高血压糖尿病 都会奠定不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科学地进行坐月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